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人以红曲米调味 蒸熟之后的红艳色泽 闪耀夺目 填入清绿爽脆的小黄瓜片 拌着咸嫩番茄片和玉米沙拉 是夏日艳阳下孕育而出的天然美味 口感呢 却是清爽得恰似早晨的鲜路 大厨以独特创意发想 呈现青石给予的单纯美好 今天的菜单就是红星一人 现在新宿派健康带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菩提金厨奖第二届的 总冠军师建伟 伟大厨师您好 阿珍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师建伟师傅第二届菩提金厨奖金牌 拥有扎实的基本功和细腻的厨艺 呈现出极具巧思的创意料理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呢 能说善道又很有亲和力的健康管理师 江明芬 明芬您好 阿珍姐好 各位新宿派的朋友大家好 江明芬 健康管理协会培训讲师 目前担任乐身疗养院 社区健康中心主任 与社区大学工卫课程讲师 他呢又要来教我们做料理了 那么现在呢我拿了他的这本素食王 这里面几道菜啊 记不记得啊 大概一百 一百二一百三 出素食食谱 然后又要跟别人有一些区隔 所以每道菜都要用自己的这个头脑去做 添加自己的一个想象的元素啊进去这样 但是呢你今天来做的菜呢 又不是用这个里面的料理 你又激发另外一个创意 好厉害啊 所以我们说发觉现年轻重拾珍兰邦 尤其是在素食领域这一块 真的实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创意 可以让我们吃素的人 尤其台湾的吃素的人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那今天世界维维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主材料是用小黄瓜来做菜 那我们做了一个叫红心艺人 红心艺人 好那除了小黄瓜 那到底艺人是主角 还是小黄瓜是主角 也不知道 我们就来看一下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还要准备什么其他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红心艺人 材料有小黄瓜一条 艺人一百克 玉米粒一百克 无蛋沙拉酱五十克 牛番茄一粒 香松一匙 艺式香料少许 调味料有盐一匙 水两百细细 红曲米五克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红心艺人 是艺人是白的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一种艺人叫红心 不是 就是爱红艺人变成红色的 好 那现在这个艺人的话 要怎么处理 我们先泡水 让它先吸收一点水分 待会我们去蒸的时间可以缩短一点 好难煮耶 很难煮 但就是事先泡水那个动作很重要 要泡多久时间 尽量可以的话泡半个小时以上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来 够吗 够吗 半个小时够了吗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去蒸 那半个小时之后我们 其实水的话就可以减少一点 去蒸了水就可以减少了 我这样子哦我没有泡水 所以我把那个 我们阿里山的师兄 他们的那个艺人 阿里山的艺人 我拿下来蒸 我蒸了好几次 他都是还是叹叹叹叹叹叹 很坏勇耶 你如果泡水时间越短的话 其实它蒸的时间会越长 相对的 节约能源 我们可以多泡一下 其实你要更快熟的话 你可以前一天就把它泡起来 那你再蒸的时间可以更缩短一点 好 好 那這一點大家就學會了 然後呢 好 我們一冷就直接讓它泡水 那它本身有點水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是紅橘 紅橘米 紅橘米去買乾的 買乾的 到那個 南北貨就有了 就加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它的 它其實加一點 它可以讓整個 一冷的顏色都上色了 都變紅色 而且它是健康的顏色 它是天然的紅色 對 它是天然的紅色 好 那我們先給它一點點的調味 藝人裡面我們先加點鹽 好 那我們通常因為藝人很難煮 一次多煮一點 比較滑的來 對不對 對 對 要不然就是那個 反正你用電鍋還是用什麼 反正你就是要花費那麼多能源 多煮一點可以把它存起來 就把它冰起來就可以了 但是呢 要做紅的藝人 就一定是要這樣子做 好 就有沒有比例問題 其實比例問題沒有特別去抓 但是如果你要紅一點的話 就是這個紅菇米多一點 那如果說不要那麼紅的話 我們就少一點就好了 也不宜太多 像剛剛這樣子的話 你也不夠小條跟兩條跟 對 它如果太多的話 太多的話會有一個現象是 它吃起來會有點苦味 苦味 會帶一點苦味 所以我們就是適量就好了 好 這個自己拿捏好分寸 然後呢 好 我們就把那個紅菊把它加進去之後 我們把它放進來蒸 好 不要管它 就這樣子 就把它加進來蒸 好 今天是 今天那個 施建偉大廚師是要示範而已 不會我們每次就蒸這麼一點 太划不來了 那可以用電鍋 電鍋可以 可以 好 現在今天這個它算我們的主角 對 它是我們的主角 小龍怪我們就盡量挑大概15公分左右的長 那一樣是均勻這樣子 還要有長度限制 好 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來看 好 那再來我們就是用刨刀就好 我們盡量用刨刀把它刨成一片一片的 長片 對 用長片的 所以說它有這個身高限制 165公分 用平的還用鋸齒的刨刀 我們用鋸齒的 鋸齒的話它刨起來會比較薄一點 好 要薄一點 這個工具的認識 我這個今天才了解到 那個施建偉有教我們 原來刨刀平面的會刨得比較厚 那有鋸齒狀會刨得比較薄 以前也不知道 不知道 大家都亂刨 亂刨 對 就是真的 現在終於知道 好 這樣一片一片的刨下來 那我們就要趁這個機會來問一下 我們的名分 那小黃瓜 大家都知道 這個好像美容瘦身 必選小黃瓜 對 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說含維他命C很高 而且生吃嘛 對 那其實小黃瓜它生吃來說 沒有比熟食來的好 對 那維他命C很高 可是小黃瓜另外還含有另外一個成分 它抑制維他命C的吸收 蛤 所以要把它煮熟大概50度C以上 那個不好的酵素就會被停止到作用 所以維他命C就可以吸收了 蛤 所以它是建議大家熟食是比生食更好 這大家以前沒想過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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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想說熟食比生食好 可能是因為想說是殺菌 或者是說怕它生得太太冷太寒 對 原來它裡面會有這樣子一個成分 對 抑制那個 我們維他命C的吸收 對 那我們把它50度以上 這樣子把它稍微調理一下 對 那個 那個 對 熱度就可以了 好 那個熱度夠了 50度C就夠了 對 那它的成分沒有了 可是維他命C不是也就 其實還是有保留一部分 因為我們烹煮食物其實就是 會有流失一些維生素 所以我們蔬菜要多吃 對 量要多一點 對 多吃 多氧化 像每天都要吃300公克的青菜 至少就是三盤 像那個盤子這樣三盤 請問你是說像這麼大小的盤嗎 大概比那個小一點 比那個小的大一點 就像你手掌張開的這個盤子 我們如果說用這樣子的盤子 這樣子的蔬菜 對 要三盤 煮熟的 煮熟的 這樣一天最少要三盤 三盤 或是用碗來裝要一碗半 飯碗的話一碗半 半的青菜 要煮熟的 深綠色的還是淺綠色 各種顏色都要有 各種顏色 各種顏色 還是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三盤 或是說你綠色蔬菜三盤也可以 就是說要吃到三盤蔬菜 的量 才是你一天所需的 對 基本 基本的 這是60分而已 才只有60分 對 哇 那其實也不難 這個樣不多 煮熟的放在飯碗裡面 一碗半而已 對 只是說外食足 像它假如便當一打開 那就不夠 蔬菜真的很少 尤其是吃葷食的人 他蔬菜可能大概只有夾一夾不到半碗 幾口 對 幾口 甚至是不到半碗 所以其實素食的便當 就夠 蔬菜就很多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吃素食的部分便當 他的青菜都很多 所以我們在外面拍戲 然後我們現在很多的演員 他們在叫便當的時候 就是喜歡跟我一起叫素食便當 對 其實這樣子的話你的蔬菜攝取量就夠了 對 比較足夠 所以說現在我們的小黃瓜 我們剛剛知道了 除了這個 你剛剛講的部分 我們應該還有其他營養成分 但是現在先請這個 直接回來看看 你看 這個如果透光拍 好美喔 而且它連中間那個紙的點都很清楚 像拉鍊一樣 好美喔 好 那這麼薄要做什麼呢 我們先把小黃瓜的部分先把它刨起來 刨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番茄需要切的 番茄我們把它切成八塊 平均把它切成八份 切成八份 要用牛番茄 把它切成八等份 八等份 好 那再借這個機會 再請教一下明芬 那小黃瓜 除了所謂的維生素C之外 那我們還應該要 還有什麼產生 對 它還有甲離脂 也是可以再促進我們那個水分的代謝 跟鈉的代謝 對 那另外其實小黃瓜 它除了那個美容養顏之外 其實它對於我們一些 比如說體內的一些脂肪的代謝 也是有促進的作用 真的喔 瓜類好像很多都是這樣 對 沒錯 瓜類對於我們那個新陳代謝的 一個促進作用是有的 很好的 很好的 對 那當然瓜類就是把寒性的水果 蔬菜 所以其實生吃的話吃很多 其實有些體質比較寒的人 就不適合 這樣子吃 可是像夏天到了晚上好 有時候因為我們在外面工作 有時候很熱 那到了晚上回家的時候 睡前口好渴喔 然後你又不敢喝太多水 但是問題是喝了又不止渴 我曾經就試過拿一根小黃瓜 我就生吃 吃完以後它就解渴 可是你剛剛這樣一提醒 我以後也真的不敢生吃小黃瓜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用汆燙 然後就稍微過一下就汆燙 對 然後就做涼拌 對 然後就把它冰在冰箱裡 一樣也可以有那個止渴的 去濕熱的效果 對 然後又可以有50度 就可以把那個 阻礙我們吸收 維他面基的那個東西 把它去除掉 好好好 大家也可以在家裡面 把小黃瓜這樣子準備起來 對 就是稍微汆燙一下 就是水滾下去 燙一下就可以了 對 然後就把它冰鎮起來 對 那晚上真的口渴 夏天就來吃這個 對 真的很好用 好 原來不知不覺的 就把我們的番茄 是做成什麼呢 一條船 對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粥狀 一個船的形狀 好可愛喔 這叫做什麼愛之船 好浪漫喔 好 我們再來把那個 玉米的部分把它拌起來 我們這是新鮮的玉米 然後去把它蒸熟之後 把它切成粒狀的 是說整隻去蒸 整隻去蒸 蒸熟再把它切下來 再把它切下來 然後剝成一粒一粒的 好 然後我們這邊來加一點點的 綜合香料 綜合香料就是有那個 像義大利香料嗎 對 它是義大利香料 就是一些綜合體的東西 我們加一點點就好了 提一點點的味道就好了 好 再還有沙拉醬 喔 玉米沙拉 喜歡多的人就多拌一點 那如果說沙拉怕吃太多 的話我們就把它減少那個量 所以說這個玉米呢 如果說我們是好像要拿來煮蔬菜湯 那煮了之後 把那個玉米拿出來切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就是不適宜煮太久的 對 煮太久它的甜味會流失到湯裡面去 也可惜了 而且它煮太久其實那個營養也沒了 對 對不對 對 其實玉米它有蠻多的玉米黃質 葉黃素 對我們眼部的那個黃斑部的病變 其實很有幫助 所以其實像玉米其實算是一個 可以明目仰目的一個 護眼的食材 對 不過玉米它也有很高的蛋白質 其實它玉米是屬於玉米的一個種子 它裡面有它要發芽所需的養分 其實有看到那個小片芽 對 所以它那個其實蛋白質蠻高的 所以其實玉米是一個蠻優質的一個 骨類它又有蔬菜的營養素 又有骨類的成分 所以它也要算是有聚而熱量的 譬如說你吃大概一根玉米 就是三分之一碗飯的熱量 這樣這樣應該有一碗飯了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 還要加上那個沙拉醬的話 可能那個油脂的熱量又加進去了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小黃瓜肚子一點 好 來 然後現在怎麼辦 好 那我們這個就 這邊有蒸了一份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已經蒸好的 大家看 好豐富喔 好美喔 這個就是適量的紅米 然後就可以蒸出這麼漂亮的顏色 對…它蒸起來顏色就很漂亮 這樣把它拌均勻 這個已經可以吃了嗎 可以吃了 再來我們來做一個它的外衣 就是待會兒我們小黃瓜把它捲起來 小黃瓜捲成這樣呢 小黃瓜有一個特性你去洗過的話 就是去用冰水冰鎮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讓你捲成 那麼漂亮的一個圓圈圈了 因為會變脆喔 所以我們就是… 變硬 它變脆它黏液的部分消失之後 它就沒辦法那麼好成形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削好 就直接來捲就好了 把它捲成一圈圈一圈 不要再過水了 好 這麼薄片之後呢 我們這一道料理並不適合把它放進冰水裡面去冰鎮 就讓它軟的對不對 對 你也可以先整根去冰鎮好 我們再來切 切完我們就直接來捲 切好以後不就不要再去冰了 然後它就是可以這樣捲 來… 幫忙 這個應該是說分兩片給你捲 好不好 就是捲 但是問題是要捲到中間有一個 要留一個… 你留得很大耶 我這樣… 留大一點 不然一人待會兒要鑲進去 待會兒你要吃多的話就把它留個口 就留大一點 不過這樣子是不行的 太小了 好 我們要中間要空間留大一點 這樣可以嗎 對 這樣子肚子大一點 肚子大一點 吃多一點 好… 就是… 它變成一個… 像是一個杯子是不是 對 就類似一個杯子 我們可以把東西把它包進去裡面 好 好 裝大沒有… 裝大我們就內餡的部分 我們就填多一點這樣子 很會做手工的 很會… 原來是手工料理 那我們再來就拿一個小湯匙 把這個一人餡把它填進來 好漂亮 因為那個小黃瓜的那種玉像… 對 玉玉色 玉一樣的 對 像翡翠像玉 這個先把它拌勻 好…我們先把那個… 跟它一些醬汁來 因為如果說沒有醬汁的話 太乾了 我們先把醬汁跟它拌一點 好… 因為它有一點湯汁 對… 那小黃瓜還有一個步驟 我們就是有準備一個… 海苔粉的部分 好… 我們把它沾一下 表皮也不會把它沾一點點 海苔粉 讓它本身有一點點味道 好… 我們讓它去捲一下 它都有那種藝術的美感中在裡面 是…難怪… 就是說… 真的是… 第一名千人當大廚師 你看… 然後參加比賽第一名 就冠軍 好… 那這個好了之後 我們再來把這個… 拌好的藝人把它箱進來 好漂亮喔… 感覺這樣可以直接吃了嗎 這個是直接吃嗎 這算涼菜喔 對…這算涼菜 好…那在這邊我就要請教一下 那像剛剛我們的那個… 民芬那個管理師說 是… 怕那個小黃瓜裡面有一種成分 是可以… 會抑制那個維生素C的吸收嘛 對… 那…建議就是說 稍微汗燙一下下 去掉那個物質 可是問題是說 就… 沒辦法做這個捲嗎 可以… 我們用… 一點點熱水出來穿它一下也可以 就是這樣 就剛才有一點點溫度 我們稍微過一下熱水 是刨完…刨片刨完… 過一下熱水 對…刨完片我們過一下 它一樣它會軟化嘛 軟化之後一樣很好捲 那…更好捲喔 但是…可能它的脆度 會稍微沒有… 生的那麼的脆 對… 因為它很薄 對… 像施建偉當廚師 到底幾年啦 喔… 今年應該第18年了吧 哇… 看不出啊 年紀輕輕 它是很年輕 但是因為很小 就出來做廚師 十幾歲對不對 十七歲 十七歲開始就入行 就開始學習 對… 所以你看 那這個轉素食是多久 大概… 將近七年了吧 七八年了 哇… 那我們還有一個玉米的部分 玉米跟番茄 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 哇…也是很亮麗的顏色 哇… 它原來是這個黃跟那個紅耶 好…這個就… 我們就用一小湯匙把它鋪在上面就好 好厲害呀 這個… 這個是這個食譜裡面 素食王食譜裡面沒有的 但是呢 這個就請等下一本食譜 對不對 我們新素派才有的喔 是… 要上我們… 我們新素派的食譜 好 我們就來裝盤好了 先可以擺盤了 我們來裝盤 OK 來 先把這個就是說 基本的東西整理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 哇… 一艘一艘小船 對 我們讓小船 先放在盤子上面 這可以教小朋友一起做耶 對… 人家外國… 國外啊 都會讓小朋友 下廚房來… 親自操作 對… 這一道菜很適合喔 對…我們真的 小朋友就可以來做這道料理 這樣要把小船擺好 對… 好 擺了小船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 剛好香好的那個… 黃瓜的部分把它加進來 好… 然後切一個湯匙 來… 把它掉下去 墊在底下 把它倒上來 因為藝人是很滑的 哇… 還再加一個什麼 麵蝶香 我們再加一個… 新鮮的明蝶香葉 哇… 雖然它是這樣一片 可是它有香氣囉 就夠囉 夠了 而且它又能放龍點睛 對不對 是這樣就可以上菜了嗎 這樣就好了 好了 哎呦… 哎呦…好棒喔 有沒有好漂亮 來吧 我們上菜囉 紅心藝人 做法是一人泡開之後洗淨 加入鹽 紅取米之後 入蒸籠整約20分鐘 取出放涼 小黃瓜用鋸齒狀的刨刀刨成片 牛番茄切成8塊去籽 玉米粒拌入義式香料 無淡沙拉醬 放在番茄片上面待用 取小黃瓜片 捲起並且裹上香鬆 再將蒸好的紅取一人 填入裡面 和番茄玉米一起擺盤就可以了 哇 這個前菜拿上來 你根本就是覺得說 天啊 這個到底要先吃哪一樣啊 請問這個韋韋 像我們上前菜的時候 對 面對我們的…就是說客人的時候 像這樣子有分前後之分嗎 對 我們會把主要的東西 放在客人的面前 今天這個主要的是 主材料是小黃瓜嘛 所以我們小黃瓜會把它轉過來 向客人面前 這樣子 所以這個上菜也是要選好 你看看懂了 你看它在這個花籠點睛 這樣一個葉子 它是放在這一面的 它不是放在這一面 所以上菜的時候各位學習到 就是要朝這個方向 對著我們的客人 那他就可以感受得到 原來今天這個是主角 然後這個是搭配它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吃 當然要先吃主角了 對不對 好迫不及待喔 這樣一口下去 哇 那個藝人的味道 跟小黃瓜的味道合在一起 好好吃喔 所以說這真的是一個 很健康又很營養的前菜 就是在 對 而且是要上桌之前在做嗎 不會這樣捲 可以先準備起來 準備起來可以 放冰箱嗎 準備起來 那我們要出餐的時候 我們再把那個 小黃瓜去沾那個 香鬆的部分 再沾起來 不然你再沾起來會出水 就會撕掉 那口感也可能就會 比較流失一點 所以說 它其實並不適合說 你把它通通組合好 放在冰箱 不行 就是說你可以捲好 捲好 但是要上桌之前 才沾素鬆 再填它的一人 對不對 那個都是事先準備好了 所以很快 其實就是一組一組放這邊 OK 好 那這樣子我們學會了 那學會了呢 就照這個方式來自己做做看 那我們就謝謝我們的瑋瑋 今天來教我們做了這道兩道料理 對 感恩你 對 感恩你 對 感恩你